各位朋友大家好 祝你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大家好 这里是浩然 新养与人生频道 我叫王浩然 王牧师 我曾经在日本留学 获得博士学位 然后又到北京大学 任副教授 硕博联组的导师 三年时间 后来又来到加拿大 在多伦多大学 任职十几年 在学术上有不少的神 赐给我的贡献 荣耀归主 那么后来神 等我2001年信主以后 神都呼召我做他的仆人 现在我在宣道会 做牧师 已经大概有牧师和传道人 已经七年多了 那么今年是我服侍神的 第八个年头 所以神一直在呼召我 要为他做工做大事 那么我现在 就是给大家讲的一个系列 系列节目 也就是讲的是 圣经到底讲的什么 大家知道 我现在拿着这个 有的朋友可能没有听 听说过圣经 但圣经并不太了解 有的主内弟兄姊妹 那么已经听到了很多 可能在这个教会里 也时间不短 但是对圣经 到底想讲 告诉我们什么 那么圣经 我们怎么 如何应用这个圣经 在我们现实的生活 工作 社会 尤其我们现在人类 面临着一个 很多很多的挑战 那么如何来解释 这些问题 对不对 那么我觉得 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么我在前面 已经讲了18讲 那18讲 我就不一一的 然后给大家 全部说一说了 我剪着一些题目 给大家说一下 这18讲 那么第一个 我就说 圣经讲 是树立有神 和神造世界的世界观 这是一个 那么还有 要明白 婚姻的起源 家庭和婚姻制度 这是一家 还有 要认识人和人类的 本性和罪性 还有其他的 那么 这个国家要实行法制 那公民要有信仰 有道德 有文化 遵守 遵纪守法 顺服权柄 对不对 还有呢 那其他的 是神掌管历史 还有我想跟大家说的 应该是 以史为敬 以史为鉴 那可能有点东西 你可能过去没听说过 那么今天呢 我就到了第十九讲 我们这个 抓紧时间 第十九讲 我力争呢 每一讲呢 把他时间呢 控制在15分钟到20分钟之间 这个呢 不能长了 大家时间比较紧 所以呢 我们要这个精力 但是呢 句句啊 要有跟金 好不好 那么今天呢 第十九讲啊 我就给大家是 分享的什么呢 天赋人权 那么天赋人权 就是什么呢 就是神赋人权 我说起这个题目来 我想呢 你可能非常的感兴趣 我们是人嘛 是吧 我们不是动物啊 是吧 我们也不是植物啊 对吧 我们人要有权利 要有权利 尤其在这个西方文明国家 是吧 那么呢 一直在这个呼吁人权 人权 对吧 那么呢 在西方国家 人们特别重视这个人权 你的选举权呢 是吧 你的发 这个 这个 迁移的自由啊 是吧 你的出版的自由啊 你的言论的自由啊 你的宗教信仰的自由啊 这些都属于基本人权的范围 是吧 那可是呢 在国际的时候 一提起人权了 就觉得不对劲啊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首先是吃饭的 是吧 住房子 是吧 当然吃饭住房子 这是人权 是吧 但是呢 这些呢 是最基本的 我们是因为天津地的事情 对不对 那么大无敌 你不是说人权吗 对不对 为什么在西方国家这么重视人权 人人都要 要讲究这个人权 啊 这个 这个人权这么重视 而我们在这个东方国家 有时候对这个东西 特就是忽视啊 有时候不敢提呢 是吧 那么为什么 因为发生这种情况 为什么发生这种情况 那么如果是这个人权 是他的来源上 是神所赋予的 那么是神所赋予的 那么神 如果你相信有一位神 而且这个神 是完全是超乎人 超乎一切的 他的存在 对不对 那么任何人都在那里 因为神 如果是这位神赋予的 你的人权的话 那么呢 那么我们这个天 这个人权就不是 就是可以 就是完全是不可以剥夺的 啊 这不可以 是生起来就有的 甚至在肚里的时候 母亲怀你的时候 在你肚里的时候 应该说到了一定月份啊 是不是 我们知道在这个西方国家 人权 尊重人权的国家 对不对 那么美国的 共和党的理念就是什么 应该说 任何一个胚胎 都有权利的 起码的啊 你到了四个月以后 他有心跳啊 有什么活动了 基本上是还没有出生的 已经有人权了 那么把这个人权给 伸出了一点 这就是为什么啊 这个在这个保守派的人 天主教的人 还有基督教很多的宗派 都认为不能随便堕胎 甚至不能堕胎 这就是因为他是人 不得有大小 这就是人权 是吧 那么这个人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是这个老百姓们 政府 还是说一些这个机构 还是一个宣传媒体啊 他们宣传出来的人权呢 是吧 对吧 还是说他就是 这个天生的 生下来的时候 有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所富有的呢 OK 我们今天的题目呢 就是要讲解这个道理 我们的观点就是 天父人权 那么天父人权 就是神父人权 我们华人说 说的天 那就是神 就是神 好吧 知道这个观点 有一些差别啊 对不对 但是神 就是上帝 OK 我们老百姓 所说的天 大概就是说我们 这个万能的 掌管万有的 无所不知的 无所不在的 这位神 那么在圣经里 他要告诉我们的 真理当中 非常非常重要一个 而且被平常的教会里 所不是太 这个关注的这个话题 那就是天父人权 这个天父人权 为什么会得到 这种情况呢 是因为圣经啊 有 看着圣经啊 圣经有66件书 而66件书呢 它前面的39卷呢 是旧约 OK 而后面呢 这个27件呢 它是新约 那么旧约呢 是这个 说犹太人 还有这个基督教 正规的基督教的 都接受的 纳入这个圣经 正典的 这个这个 这个信息啊 神的话语 而这个新约呢 是吧 是耶稣 他降生以后 降世以后 那么根据耶稣 他的出生 一直到耶稣 走向十字架 是吧 后面建立他的教会 然后呢 最后有一卷书 它叫启示录 OK 最后一卷书啊 它叫启示录 以这个为结尾 对吧 以这个为结尾 那么 那么这个 因为他在前面 那么他的内容呢 是在前面 很多讲到的时候 而人们的关注的是 这个新约 后面的27卷 讲的是耶稣 而对这个 创世纪 他的理解 他的内容上 也没有上升的 这个高度 所以呢 常常被忽视了 也没有拿到 这么高的 政治的高度 人类学的高度 社会学的高度 所以今天呢 我就把这个大课题呢 作为一个重点 单独拿出来 天赋人权 神赋人权 那么圣经里 有哪些经文 特别关注的这个事呢 是吧 社会关注的事 他怎么说的呢 OK 那么呢 我给圣经里 今天呢 现在的时间呢 我只是呢 把他最核心 最核心的经文 给大家读一下 如果你方便 你可以打开 圣经创世纪 也就是圣经的 第一卷书 第一卷书 第一卷书的 创世纪的第一章 OK 他的第26到27节 好不好 我希望大家呢 这些经文呢 你要背下来 是吧 背下来 他怎么说呢 OK 他说神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是他们管理海里的 鱼与空中的鸟 OK 地上的牲畜和犬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OK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神就赐给他们 要对他们说 你要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 OK 治理这地 也要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和地上各样行动的动物 对不对 那么这三节经文啊 就是创世纪的第26章 第一章的第26 2728 OK 这三节经文啊 他可以说啊 是这个天父人权 神父人权的最核心的经文 最核心的经文 我们知道 那么我们首先说 在这段经文里 他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我们人是由神所创造的 是吧 不管是男是女 你年小 年轻也好 在母亲的肚里也好 还是说你变老了 已经是99.99岁 120岁 在床上奄奄一息 只要你还没有死 甚至你已经死了 是已经死了 是吧 还没有活造 没有埋 是吧 甚至包括你埋了 但是呢 你死有死的时候的权利 活有活着的时候 但是呢 你有这个基本的人权 有基本的人权 这是说 你要理解这一言啊 我们人 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来造的 OK 神的形象呢 那么首先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 有神的形象和样式 那么你再看呢 他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的时候 造的这个人 他干什么呢 是吧 他用管理天海里的鱼 通通的鸟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 OK 海和地上的遗弱 你要关键关注这个点啊 在这个写圣经啊 写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啊 它是三千五 应该是三千 三千多年以前啊 三千多年以前 那么在写这 在这个 他描述的是三千多年以前的事啊 摩西写这个圣经的时候啊 在那个时代 他已经告诉你 是管理天龙女孩里的鱼了 请千万不要忘记啊 和全地 和全地 所以这个人 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 那个时候造的人 是亚当和夏娃 是吧 造的夏娃 那么呢 后面繁衍的这个人 从那繁衍的这个人 是吧 他们要有 神就把他这个 付给他们的权利 什么呢 要管理权利 神都把这个管理权 付给他们了 OK 而这个 不仅付给权利权 你再问他 神就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 来是 按照他的形象 造男造女 他为什么要造男造女啊 你说是吧 为什么要造男造女啊 因为一个男的独居不好 一个女的独居不好 是吧 他首先是造的亚当 造的一个男的 OK 然后就从亚当身上 他以他的肋骨上起出来 然后做魔管 造成一个女人 那么我们现在在理解什么呢 因为我们身体 我们这个人 之所以是人 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遗传物质 人的DNA 人的染色体 我们这里可以理解什么呢 它不是一定是肋骨的 是从男人身上拿来的DNA 做魔管 对不对 然后然后造这个女人 造这个女人 那么一个男人 一个女人 他们要生活 他们要生活 他们又把这个管理权赐给他们 而且他们都是神的形象 按照神的形象 压实造的 那么这些男人和女人 必然有生存的权利 他们有居住的权利 他们有迁移的权利 他们又有生儿育女的权利 那个人有权利 所以神在这里 他说造男造女 就是神就赐给他们 所以只要你是人 不管你是来自非洲 来自亚洲 你也是来自美洲 还是欧洲 不管你的背景如何 背景如何 你的基本的人权 在神造你的时候 现在我们这个人 通过我们的父母 把我们生出来以后 生出来到了 或者说甚至在怀胎的时候 那么我们都具备了 这个基本人权了 因为这个人权 是神他造 创付给我们的 所以天赋人权 有他的圣经的根据 那么天赋人权 就是神赋人权 天赋人权 就是神按照物主 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 创造的这个人 所具备的最基本的权利 应该有的权利 应该有的权利 所以这个天赋的人权 后面我可以大家分享 这里面呢 他当然包括我们的 这个出版的自由 结社的自由 是吧 迁移的自由 是吧 宗教信仰的自由 宗教信仰的自由 当然这些自由 一定是在法治之下的自由 在法治之下 而这个法治 也是应该和这个 神造的形象和样式 和的人权 是相辅相成的 对吧 你知道联合国啊 早已经通过了 世界人权宣言 而这个世界人权宣言啊 世界上很多国家 都签署这个宣言 那么中国呢 也是签署这个宣言的 而且是在人大 这个通过的 而且写进了宪法的 是吧 那只是说 在这个执行过程当中 能不能 愿意不愿意执行 多大程度上执行 OK 这个 这个是最后执行 执行没有执行 是这个问题 对吧 那么有的国家呢 是吧 比如像美国 对不对 他就 这个 这个 就是严重的保护这个人权 我在日本待过个 七八年啊 日本也是在他们宪法里 在他们实施的时候 非常保护人员 就一简单例子啊 你看 日本人呢 他们这个 比如这个 闹这个新冠大疫情啊 疫情啊 然后呢 日本人 他们从中国 这个坐着飞机回了国 那么有的日本都拒绝 接受血液检查 然后呢 这个抽我的 抽他的血 让他做检查 对不对 那日本都保证 他的人权就没得检查 是不是啊 对不对 那么 在一个不尊重这个人权的国家呢 那你是个个体 那你服从权体 我就强制你检查 而日本就不是这么多 所以呢 那个啊 这个天赋人权 就是神父的人权 天赋人权 它是一个自然的权利 是不可剥夺的权利 有人剥夺你这个人权 那他就是触犯了神的 这创造你的时候 形象和样式 啊 所以呢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人 不仅要知道自己有人权 是天赋的 是神父的 而且要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权 啊 那么我们生活在一个集体里面 是吧 一方面 那么首先 这位神在上面 那么另一方面 神把他这个权柄呢 也赋予给地上所有的人 啊 所有的人 所以你呢 你一定要保持要坚守 所有人坚守 那么呢 他有时候是赋予这个地上的王 赋予这个政府 对不对 那比如说 他赋予给这个美国政府 那美国政府呢 他要赋予给美国的这个国会 美国的最高法院 对不对 那么在中国也是这样 你赋给赋给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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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政府了 然后又赋给人呢 是吧 赋给人 那么中国的法院 啊 有的时候呢 啊 但是在这个不同的国度呢 这个是有差别的 有些甚至差别很大 OK 那么有些差别很大 那么总而言之呢 是天赋人权 是神赋人权 啊 那么这个 我们的基本的这些 这个人权呢 OK 啊 都是来自于神的 是不可以剥夺的 OK 在我们生活当中 在我们交往当中 那么在我们这个 特别是在我们的社会活动的时候 那么我们和政府打交道 我们和我们的这个 可能是和法院打交道 是吧 还有可能呢 和你这其他各种各样的关系吧 OK 那么呢 我们一定要这个 这个尊重这个神赋予人权 啊 特别让大家纠结的一个事情 是吧 哎 这个我现在这个 是不是可以堕胎 是吧 是不是可以堕胎 我什么时候可以堕胎 是吧 啊 我这 哎 有的人都非常的纠结啊 我都遇到过 有的孩子啊 留学生 然后呢 这个不小心啊 或者其他原因啊 然后留学 然后这个通局啊 然后就缓上运了 然后呢 对这个事呢 非常非常纠结啊 到底是打胎 是不打胎啊 那么有的人的心眼狠 一打就把他打掉了 啊 有的呢 就是为这个事呢 总是这个 这个纠结着不打 然后为这个呢 给父母关系搞砸了 和男朋友关系搞砸了 是吧 那么呢 所以呢 千万对这边小心 如果我们大家呢 对这个人权的观念啊 知道他们是神 神所富的 那么我们都非常的珍惜 另外呢 作为一个政府 或者说一个党派 如果有天赋人权的观念的话 我想这个从政者 然后呢 他们的这个时政呢 也更有人性味 更有人道 是吧 更有人道 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有这位真神 创造宇宙多万物的真神 这位三位一体的神 他赋予我们这个权力 我们要倍加珍惜 我们并且要十分的感恩 要尽心尽性 尽意尽力 去害主我们这位神 好不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把这个天赋人权 那么呢 我们这个 这个生命生存 自由 这个发展 这个 这方面的人权 这个参政 议政 这方面的权力呢 然后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 那么呢 愿神 祝福大家 那么今天呢 我就把天赋人权的道理 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喜欢我们这个频道 成为转发 点赞 然后呢 广泛传播 那么 让这个天赋人权的道理呢 神赋人权的道理呢 能够让更多更人的知道 然后并且扎根到我们心里 那么呢 让我们的世界更加美好 让我们每个人都活住 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 纯善 纯真 纯美的形象 所造的样式呢 能活出来 让我们彼此尊重 让我们尽心尽力去爱神 也让我们爱临如己 彼此相爱 生活在一个美好的世界里 好吧 再见